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今天头条我们来关注巴基斯坦军方清剿塔利班的行动 巴基斯坦军方26号发表声明说 安全部队当天在南瓦吉里斯坦部落地区继续向塔利班老巢挺进 一共打死19名武装分子 安全部队方面有6人死亡20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军方说 安全部队当天继续兵分三路 对塔利班据点进行立体式打击 控制了一条通往塔利班占领重镇的必经之路 目前正在进一步清理道路上的障碍 当地官员说武装分子事先埋设的地雷是进攻受阻 此外军方飞机当天向南瓦吉里斯坦部分地区散发船单 要求当地部落居民支持政府的军事行动 并承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巴陆军参谋长基亚尼25号到前线视察 重申此次军事行动只针对一小撮恐怖分子 并非针对部落地区 他还向外界表明 此次行动并没有外国势力参与 以缓解当地民众的反美情绪 根据巴基斯坦军方公布的数字 自本月17号对南瓦吉里斯坦塔利班武装老巢 展开代号为拯救之路的地面行动以来 巴安全部队共打死约200名武装分子 安全部队方面约有30名士兵阵亡 另外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官员26号说 巴警方当天在巴基斯坦与伊朗边境的比鲁之省 马什盖尔地区逮捕了12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兵 理由是这些人涉嫌非法进入巴基斯坦境内 那有关最新的情况来看本台赴巴基斯坦地区采访的 记者李沁景发回的电话报道 根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的报道 巴安全部队26号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边境地区 逮捕了12名非法入境的伊朗人 由于18号在伊朗西斯坦比鲁兹斯坦发生了自杀式袭击 因此此事显得格外的敏感 这12名伊朗人被捕后 巴基斯坦当地媒体就报道说 他们是伊朗革命卫队的成员 今天出版的英文报纸《民族报》就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 而且标题就是巴部队逮捕了12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 这份报纸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说法 说这12人是分成两辆汽车进入了巴基斯坦的九达尔地区 巴基斯坦将这12人拘留后正在进行询问 消息灵通人士还说 伊朗边境安全官员已经证实 有革命卫队成员因为在边境伊朗一侧执行任务的时候 陆入了巴基斯坦境内而被八方拘留 但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者表示 这些被捕的伊朗人不是革命卫队的成员 巴基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的官员也说 他们的确抓住了12名非法入境的伊朗人 但是对于这些伊朗人的身份却没有说法 另外巴基斯坦最大的英文报纸新闻报说 这12名伊朗人在被询问后已经被失望了 18号发生在伊朗西斯坦比鲁兹斯坦的自杀式袭击 造成了42人死亡 其中包括有副司令在内的15名伊朗革命卫队的成员 伊朗方面表示 此事是真竹驴所为 伊朗一直要求八方交出藏在巴基斯坦的真竹驴头目 尽管巴基斯坦方面一再否认 这名头目目前在巴基斯坦境内 但是伊朗表示不排除在巴基斯坦 越境打击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在当地时间27号 首次试射战神EX运载火箭 这次试射因为承载着美国重返月球 甚至首灯火星的新希望而备受关注 美国航天局说 战神EX运载火箭预定发射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上午8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27号晚上8点 发射地点为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火箭升空过程预计持续两分半钟 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不过战神EX的首次亮相将不会离开大气层 此次试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飞行数据 安装在火箭内外的700多个传感器 能够在火箭飞行过程中向地面控制中心传输数据 以公分析 火箭发射项目负责人埃德曼哥说 地面控制中心已经准备就绪 火箭也整装待发 战神EX火箭并未载有宇航员或有效载荷 它采用内置固态燃料推进器 推进器燃烧完之后将脱离火箭落入大西洋 之后将被打捞用以分析研究 包括模拟运载物在内的火箭其余部分 将在不受控制状态下坠落海洋 战神火箭得名美国科幻小说 它的高度超过了美国自由女神像 达到99米 工程师们花了7个多小时 才拖沓走完了从飞机棚到发射台6.4公里的路程 火箭耗资4亿4500万美元